自抗战以来 中国远征军的孙力仁将军 战功卓著 广受瞩目 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 孙虽是良将 但并非黄埔系 因而始终都不被蒋介石完全信任 从未被委以重任 更为重要的因素 是孙力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 孙力仁早年留美 后又在缅甸与美军 共同对日作战 二战胜利后 艾森豪邀请孙力仁参观欧洲战场 蒋介石问孙 艾森豪邀请你 为什么不邀请我 由此开始 蒋介石对孙力仁 有一定的提防及猜忌 随后国共内战开打 蒋介石在内战中的不佳表现 也令美国更加属意 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孙力仁 予以孙取代奖 根据美国解密档案 1949年初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经多次讨论 确定了弃蒋宝台的对华政策 而孙力仁 无疑是美方重点考虑的人物 1949年2月12日 美国远东最高统帅 麦克阿瑟将军 派其副官专程赴台 邀请正在台湾负责炼军的孙力仁 飞往东京 共商防卫台湾大计 麦克阿瑟暗示 孙力仁说 我们不能让台湾这艘不成的航空母舰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所以有疫情阁下负责巩固台湾 而由我们美国全力支持 但孙力仁不为所动 再三表示 我忠于蒋介石 不能临难被弃 台湾军队 稀有蒋介石指挥 陈诚也是听命于蒋介石的 他继续说道 我只会打仗 不会搞政治 不会领导反共 要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 回到台湾之后 孙力仁将此行如实向陈诚汇报 并请转达蒋介石 然而 孙力仁的光明磊落 并没有换来蒋介石的信任 反而更加剧了蒋的不安 只是当前行是碍于台海危机 加上美国人的情面 蒋介石不得不重用孙力仁以防卫台湾 并利用他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争取美元 1950年3月1日 蒋介石宣布复刑逝世 重新担任中华民国总统 以孙为陆军总司令 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 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 他并非不愿意用孙力仁 但是吴 孙 与吕协外自重 1950年6月底 韩战爆发 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这对岌岌可危的蒋介石来说 无疑是打了一记强心针 台湾安全可保 而孙力仁的作用大加削弱 1951年3月27日 蒋介石派遣蒋经国 进驻陆军总司令部 组建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 这等同于给孙力仁派了一个监军 孙力仁长期接受美式教育 而且个性孤高自傲 一贯不齿官场的阿谀奉承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 孙力仁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权谋 不善协调各方关系 胸无诚服 这也使他与蒋经国 及黄埔系将领关系日渐紧张 江南在《蒋经国传》提到 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 但是位很坏的领袖 蒋人既关系 他和他的同僚 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 任陆军总司令期间 美洲军事汇报 从来未准时出席 其理由非常可笑 他不愿向周志柔总长敬礼 迟到即可避免 因为总统已经在场 1954年6月24日 孙力仁被调任总统府参军长 名声石匾 彻底被解除了兵权 12月 中华民国与美国双方签订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台湾被正式纳入美国 在远东的防卫圈中 台湾安全得到极大的巩固 蒋介石政权获得充分保障后 已经不再需要依靠孙力仁 来维系台美关系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 此刻的孙力仁不但没有任何用处 相反的 还可能是个威胁 1955年5月25日 孙力仁就部署郭廷亮被捕 遭言行拷问 军统局长毛仁凤 逼迫孙力仁就部署郭廷亮自无为匪谍 引发郭廷亮匪谍案 一周之后 台湾南部又爆发了所谓兵舰案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被拘捕的孙力仁就部达到300多人 意在通过这些下属 来寻找打击孙力仁的突破口 郭廷亮被捕四天后 蒋介石故作无事地召见孙力仁 据孙回忆 1955年5月28日上午时时 总统召见我 第一句话问我进来看什么书 我回答 看南宋史 他说 那很好 很好 他接着说 你以后少跟政客们来往 我回答他说 是的 我一生最讨厌玩政治 和与政客打交道 他随即说 这次我要把你给孤立起来 同时他面色变得很难看 随即又回转微笑说 你对于训练部队很好 不过打仗不行 我当时听了他这话 几乎迷惑了 真是使我啼笑皆非 不知从何说起 我当时直言以对 不然将不支兵 何以为战 盖兵战时为一体两面 而不可分离 妾指总发 从军追随军作三十余年 转战国内外 大小反百余战 从未辱军命 而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手无寸土之师 殊不知 军作所言打仗不行 何所执也 若言争权夺利 妻事道明 则我不屑也 言必敬礼而退 而孙丽人没想到 这竟是最后一次 与讲的见面 面对山羽欲来 谣言满天 许多人劝孙丽人 紧速出走 但耿直的孙丽人 自认问心无愧 不为所动 而此时已被逮捕的 郭廷亮 政工干部 要他承认有谋判意图 逼他交出 孙丽人的 所谓兵变计划 郭廷亮言辞 拒绝了这些 子虚乌有的问题 于是遭受严刑拷打 他不为所动 坚持不承认有谋判企图 眼看这招不成 此时政工又策划出一计 江郭的妻儿也关入监牢 劝郭廷亮写 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间谍 以此来换取早日释放 并且谎称 不会牵连孙丽人 在威逼利诱之下 郭廷亮写下了自白书 自此 郭廷亮匪谍案和兵剑案 便有了下文 扳倒孙丽人 以事件在弦上 6月 政府当局 以其部署郭廷亮 预谋发动兵变为由 对孙时师 看管侦讯 8月20日 孙丽人兵变事件 公开化 政府 以纵容部署武装叛乱 窝藏共匪 密谋犯上等罪名 公开革除 总统府参军长职务 随后讲解时 以孙丽人 抗战有功 特准与自新 孙被判处 长期拘禁 在台中市 向上路寓所 自孙丽人 被拘禁后 其亲信部署依依 被调离军职查办 前后 有300多人 因与本案有牵连 而被捕入狱 对于被免职的孙丽人 讲解时 采取不杀 不审 不问 不判 不抓 不关 但也不放的欺步政策 1956年6月 孙丽人 被逐出台北市南昌路官邸 迁往台中市 向上路一段18号居所 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涯 直到1988年1月13日 蒋经国逝世后 接任总统的李登辉 下令解除孙丽人 长达33年的软禁 抗战英雄孙丽人将军 终于恢复自由 而此时的他 已是白发苍苍了 今天的介绍到这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观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动动你的手指 感谢你的喜欢 感谢您的观看